近來我有一個年輕的朋友 他問我關於一些保險行業的問題 我也覺得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來有些朋友招募他 叫他加入保險行業 其實他覺得外面經濟的環境都不太好 自己暫時又未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那麼巧一個朋友招募他 他了解原本的保險行業之後 又覺得其實都很多東西學習 而且似乎發展都不錯 甚至乎升職制度 對於年輕人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途徑 可以以他自己的實力 令到他可以很快進升到管理計測 其實他真的考慮 可否做保險行業 不過他內心又有一個問題 好像一個天使一個魔鬼 他又想 其實做保險什麼時候都可以做 是否一定要今天做呢 其實我遲些做都可以 他就問我 其實Mr.Charles 其實保險是否什麼時候做都可以呢 這個行業 我也覺得值得分享一下 在這個時間 因為其實做保險都做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經歷過很早之前 那些人不相信保險 甚至乎覺得做保險 以前年代 就是覺得做保險很cheap 覺得拋頭露面 那個階段 我又遇過 去到香港股票市場 一直升得很好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有去做保險 通常經濟好的時候 那些人客他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放在保險呢 保險的回報這麼低 通常遇到人客會這樣說 到金融風暴的時候 金融風暴的時候 很多投資產品的價格下跌了 那如果是買一些有保險回報 而是穩定派紅利的計劃的人客 其實他們就很安心的 因為戶口都不會受市場影響 但是也都試過經歷在金融風暴裡面 那些股票跌了很多的時候 我們買一些叫基金戶口的投資產品 那些戶口值也都跌了一半 我都經歷過那段時間 我們是怎樣去面對客人 怎樣去服務客人 怎樣回應 所以其實不同時候 在本行業 都有不同的朋友入行 那你說在今年 或者現在這個時刻 我們叫疫情超過年半的時間 其實給大家知道 每個月政府都會出一些考保險牌的事 其實每個月都是很多人考保險牌的 是多到政府一出那些保險試 是馬上爆滿 變成了報不到那些又要等下個月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所以某程度上 我都覺得是多人入保險行業的 那你說在經濟某程度上 大家都知道這段時間都不是很經濟 也都可能有某一些行業被人裁員 也都有一些公司 有工作的又做得很辛苦 因為公司裁了一些人 那變成了工作量多了 又要做其他人的那些 所以我們來說 有很多高級行政人員 他們就可以work from home 但work from home之後 就更加令到他們的working hours 更加長了 更加辛苦了 這些都是我聽客人告訴我 就是他們的親身經歷 那做生意的班 當然大家都是 將以前賺的錢回來 現在先頂住 希望疫情快點過 經濟可以好 當然我們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客人 某程度上 在這次疫情裏面 國內的客人的復甦 經濟反而沒有影響那麼大 但是譬如你說 可能我們有一些華僑的客人 在外地 他們都因為疫情 醫療系統 很多事情 其實他們都是很緊張 很擔心的 當然你說在香港 我們都有很多人客 都是擔心 也都會情緒出問題 事實上過去一年 是多了人客去查詢 那些自然醫保 甚至乎是一些高端醫療 真的多了人客去查詢 和去投保 以前年代的人客 他們覺得不保 有不保事行 所以就不想買住 但是在今年疫情 其實我想他們都很明白 其實它好像感染 新冠肺炎這些病毒 就不是你的身體健康好不好 這麼說 幸好如果你真的感染 新冠肺炎的話 其實就可能真的要休息一段時間 甚至乎有機會感染到家裡 所以你問我 其實今年這個時空 其實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都是過去那二十幾年 沒經歷過的 跟沙士那一年的感覺都很不同 因為沙士那一年 只是九龍灣那一帶 淘大那一帶 雖然大家都戴口罩 但是緊張程度沒有那麼嚴峻 當然在我們行頭裡 很多做國內市場的同事 真的要停一輪 因為國內客人都來不了 而他們也很努力去考很多市 裝備自己 希望開關之後 就可以有更專業的角度 去跟人客去做服務 去做建議 那所以呢 你問我在這個時空 我入保險行業 是不是我幾時入都可以呢 如果很客觀 很簡單地這樣回答 無論一個人十八歲也好 他三十歲也好 四十五歲也好 甚至乎五十五歲 或者六十歲退休也好 如果他有 我們叫做大學畢業 是不是 有五科合格 其實都可以去考保險牌 都容易批得到牌照給他的 好表面來看 真是不同歲數的人 隨時他都可以去考保險牌入行 我們放在我們自己個人去看 我就覺得 是看那個人他自己 在一個什麼環境之內 其實每一個人他轉不轉工 我覺得都不是那個行業可不可以做 舉個例子 例如我是怕血的 怕髒的 變成我未必做到醫護人員 無論市道好不好 其實都 我是做不到 因為我怕血 怕髒 所以我是很尊敬醫護人員和醫生 很尊敬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很偉大的 另外就是 例如我怕高 畏高 我又很怕坐飛機 所以其實我做不到空中小姐 空中小爺 一些航空 在飛機上的工作 我也是做不到 所以有時候你說 什麼時候去做那個行業呢 或者是合不合時間 其實我覺得 原歸於back to the basic 不是那個行業好不好 而是究竟你想回你自己 回歸你自己 究竟你自己想要一個什麼事業 甚至乎未來三至五年 你想你自己的事業 可以去到什麼的空間 去到什麼的層次 或者你想得到什麼的回報 而你現有的行業 能否給你 OK 那我覺得 反而這個思維 我覺得來得貼地一些 埋身一些 每一個行業裡面 都有一些很頂尖很出色的人 但是在每一個行業裡面 都有一些做得不太好 甚至乎服務質素做得差 被人投訴的人 那別人做到又不代表自己做到 自己做到又去到什麼水平 實質你未做過 你又很難去衡量 還有很多工作 不是用學歷就一定可以做到的 甚至乎有很多職位 我想如果大家出來 如果做了十多年 你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本身自己的 代人處事 那個人脈手腕 其實是很影響究竟我們 在晉升制度裡面 可以去到什麼的層次 或者戒替 所以基於很多本質自己的素質 其實就影響到究竟你在一個行業裡面 你可以爬得多高 甚至乎你可以拿到多少回報 某程度上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很多都很勤勵 還有很多都是很靈活 還有都是願意接受挑戰的 如果不是香港不會成為亞洲交易中心 某程度上這個是一個 我們叫做看能力 看回報 看速度的城市 我覺得香港是這樣 所以我們香港能夠有這樣的 亞洲交易中心的地位 其實是我們大部分 香港人的素質都是比較高 肯學肯做肯捱 還有轉數都是幾高 還有有責任心 這個是我很多外地客 有時候他們都很佩服 我們香港人的辦事能力 這個地方 根本有些人的